我的工作是導演 我的工作是導演 導演有很多種 廣告導演 電影導演 戲劇導演 或紀錄片導演 那我的工作是 電視節目的導演 編排節目的內容 然後決定說 節目內容 要用什麼樣的畫面 來做呈現 比如說到一個地方的話 我們會先決定說 這個風景 它最漂亮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要介紹給觀眾朋友 它的重點是什麼 然後導演的工作 就是要決定說 我要用什麼樣的畫面 然後主持人 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介紹這個景點 給大家認識 會再把它進行剪接 哪些畫面不要 哪些畫面要 哪些地方要用別的畫面 透製來加強 把節目的完整部分 做出來這樣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 就喜歡看電視 也比較好動 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就是在學校 教室就是坐不住 屁股長蟲的那一種 所以不會不喜歡 在辦公室坐太久 因為做節目這行 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 甚至去過很多 你平常不會去到的地方 會增加很多閱歷 增加很多知識 我希望說 短暫的人生裡面 可以過得精彩一點 這行它有個好處 就是它其實不在乎學歷 你不是本科系的人 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抗壓性夠 然後肯吃苦耐勞 對 你就可以來做這行 因為外景是一個 不可控制的狀況 你每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樣 然後你每次遇到的人 也都不一樣 然後甚至有不同的天氣狀況 不同的地理環境 常常會遇到各種 突發的狀況 比如說有時候 在錄影的前一天 隔天忽然飆大雨 但我們要去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需要看日出 或是看海景的地方 一下雨它就完蛋了 對 或是常常有時候 我們是 比如說隔天要飛出國 哇忽然一個颱風來 對 飛機直接停飛 所有的路影都卡住 這樣子 或是說我們有曾經在外景的時候 在沙地 車子叼住 對 然後附近也都沒有人 然後那個島上也都沒有訊號 全部人就被困在那個沙地的地方 對 就是像外景會有各種這種 你意想不到的狀況 你每次都會想不到 還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隨時都是要繃緊神經 然後腦子要一直轉說 看怎麼辦 對 要脫離你現在的狀況 因為在現在的角度 位置上 你只會有很多盲點 有時候換個角度想 問題就可以 比較容易的解決 這樣 這是我在外景學到的一個重點 曾經有在錄影的現場 遇到說 我們節目的粉絲觀眾 然後他會過來跟我說 說很謝謝你 我全家大廚最喜歡看你的節目 帶給我們很多回憶 對 然後也有個人說 很謝謝你們 就是去介紹這麼多好的地方 給我們認識 因為他們可能 不一定可以出國 或是說不一定可以去到那些地方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我們節目 就像是觀眾的眼睛 我們感受到的開心 從節目中也可以傳給他們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想成為一個外景導演 請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與熱情 帶觀眾的眼睛去看到這個世界 不要害怕辛苦 最美麗的風景 就在辛苦的過程背後 每天都在春天 都在台灣 都在 Batteni